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然后今天占卜内容是关于 镜梯会发生怎样的倒霉事呢 然后这是第一组 是一个眼影的运软刷 特别好用 然后这是第二组 呃 我一般是用来刷腮红的 斜角刷好像是叫 然后是第三组 这个是什么刷尾旺的 呃 就 呃 你们 对 就这样 然后请根据你们的第一直觉进行选择 如果说选择不出来的小伙伴们 可以像我之前说的 通过手指的感应来确认自己要选择哪一组哟 然后我们马上进入第一组的抽牌解拍环节 嗨 欢迎选到第一组的小伙伴们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你进不去会发生怎样的倒霉事呢 或者是不好的遭遇呢 上帝给你的指引什么样的呢 今天用到的塔罗牌也是行者塔罗牌 因为阿婆主持剑已经洗过了 所以说现在直接抽哦 哇 这组小伙伴的能量很强耶 直接就蹦出来这些牌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咯到底是哪些牌呢 哎呦 空白卡 天呐 这也太酷了吧 这一组 我们来看一下咯 其实比起这组的小伙伴们 说是有什么倒霉事不如说 你们现在正式在享受自己即将会拥有的那些幸福哦 因为我看到节制这张牌出现在这里 代表着你过去可能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你现在正在疗愈你自己 就可能在平衡你自己的情绪啊 或者是怎样怎样 而且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了 然后我看到其实这几张牌呢 足够起来看的就 我能感觉到你现在正在一个转变期 对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期 而且你的结果呢就会像这张女皇一样 对 是非常富有创造力的 你的收获是非常繁荣的那种 嗯 就我怎么说呢 我感觉之前的倒霉事已经够多了 对 然后从现在开始 你已经在收获你自己该获得的一些东西了 其实我觉得这组的小伙伴们 比起来说是倒霉事情 不如说是接受上帝的馈赠的那种感觉 你们终于熬到头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看到你们未来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不要想着 我会有什么什么麻烦哪 怎样怎样 你需要担心 你们现在只需要享受 上帝给你们带来的礼物就好了 可以吗 然后第一组小伙伴们解拍就到这里了 你们从今天开始 从这一刻开始 对 呃 又可糊了 呃 从这一刻开始呢 你们都是非常善良 不 什么 非常幸运的人 对 请接受来自上天给你们的馈赠 好吗 就解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嗨 欢迎选择到第二组的这个斜角刷的朋友们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最近最近会遇到什么倒霉事呢 或者是上帝给你的一些指示呢 之类之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哦 台呢我刚刚已经洗过了 所以说现在直接撑哦 哦 哦 哎 哎 哎呀 掉出来了 哇 结果非常棒呢 想到第二组的小伙伴们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哇 哇 哇 太酷了吧 然后我是看到选到第二组的小伙伴们 其实你们是一群灵性非常高的人哦 因为这一张教皇呢 就代表着你们现在呢 可能是正正在钻研灵性方面的东西 或者是占卜师啊 或者是总之来说就是灵性程度比较高的人 或者是代表你们现在灵性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然后我看到其实你们 呃 在以前呢都是那种怎么说呢 可能注重团队关系 而且搞得还不错的一族人啊 我是这样看到的 其实 你们 未来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倒霉的事情的 对 因为我看到的是 你们是 已经结束了一段 对你来说不是很好的回忆的那种感觉 现在呢是打破了自己 对 打破了自己以前的那种束缚或者是固执 正在走向平衡的一个状态 我是这样看到的 我看到了很多平衡 对 你会变得更加的冷静 更加的沉着 你正在就是 诶 就是逐渐的通过一些事情 来更加的提高自我 对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看到结果是非常圆满的 因为这里出现一张圣杯石 对是一张非常完美 非常圆满 非常幸福的一张牌 嗯 倒霉事呢我是没看到了 只是说 你们 最近非常非常的平衡 平静还有冷静 其实我 呃 相比来说倒霉事 我更倾向于给出一些建议啊 就是 像这组牌的小朋友小伙伴们 如果有对零性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尝试着就多接触一下 对 因为我感觉挺适合你们的 因为你们这段时间已经平衡下来 你们自己的情绪了 而且零星又是比较高 所以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试一下 好吗 就 非常不错啊 这组我也没看到任何的阻碍和障碍之类的 坚信你相信的东西一直做下去 会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果的 我是这样看到的 然后宝剑酒也告诉你的就是 未来呢 结果呢 你会结束掉 现在不平衡的局面 好吗 就非常棒 就恭喜你们啦 然后这是第二组的解排到这里 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接下来是欢迎神到第三组 这个不知道什么刷的小伙伴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 你最近会有什么打磨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比较重大的事情呢 哪一系列的问题啦 我来看一下哦 牌呢我刚刚已经洗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抽牌 好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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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组小伙伴们是比较纠结 或者是迷茫的那种吗 这个牌抽起来 让人焦灼呀 来看一下哦 你们今集会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了 哇哦 这个是星星的逆围 世界 其实我觉得这组小伙伴呢 可能在之前一段时间呢 有一些不开心的遭遇 对 从过去一段时间就已经开始了 那段不开心的遭遇 然后星星呢 其实呢 就代表着 其实 怎么说 我看到你现在 处在一个比较深受 遭害的一个 什么遭害 伤害的一个过程中 对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不是说你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吗 导致你 无法跟内心的那个自我沟通 就是你 很不在意你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你太执着于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导致你没有正确和自己 好好的沟通 然后你现在呢 是处在一个遭受伤害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你的负面情绪会给你带来很大程度的伤害 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而且这个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未来一段时间呢 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太沉浸在幻想里面呢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或者说是 过分沉迷于一种幻想中 一种自己所想的那种环境中是不好的 我觉得你 得想想怎么和自己沟通了 对 因为我觉得 你得只是你自己的内心想法 最真实的那一种想法 甚至有可能说 你的结果呢 是你的内心早就告诉你的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而已 还抱着一种很虚妄的态度 对 我是这样看到的 其实结果是好的 因为世界排在这里 就代表着你会正式的从里面走出来 走向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 但是我看一看 两个月 未来到现在两个月之内 你还是一直会保持在这种状态 甚至会更糟 对 我这样看到的 建议呢 就是好好与自己沟通交流 对 你要学会爱自己 或者说是 聆听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我生活 这种感觉 做好与自己的沟通就行了 好吗 第三组小朋友 然后今天解排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